因后疫情时代振兴经济中的三倍券成效报告出炉 根据行政院书面报告指出 7月零售业营业额正成长终止疫情以来 连续5个月负成长的记录 其中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业也转为正成长 而行政院长苏文昌今天原本要到立法院来报告 也要针对三倍券成效问题做施政报告 还要接受质询 不过国民党方面刚才看到 因为他们不满美助议题持续抗议 让意识空转一天 先道歉再报告 一开口就要输正常道歉 蓝音不满输正常上星期接受背询态度 要求先道歉才能报告 连来让行政院原定报告的三倍券成效也泡汤 行政院报告书内容提到 三倍券上路后 7月零售业营业额整成长 冲上新台币3300亿元 终止连续5个月负成长 创史上同期最高 买货公司营业额成长10.3% 便利商店营业额成长21.3% 受冲击最严重的餐饮业 野转正成长 达成好领好用好刺激目标 不认同啦 经济有回升 很大的一个原因 所以疫情稳定 不是因为三倍券而去消费 包括新的消费才是真正的原因 蓝音对行政院提出的三倍券成效 不以为然 不过绿营却反抢 国民党搞杯葛让意识空转 根本是不敢面对书院长 三倍券搭配安心旅游 还有农业券 文化券 客家券等各种券 确实带多很多买气 行政院提供的具体数字来呈现 零售是创过去同期的史上新高 国民党一再用这种无限上钢的杯葛 不过是为了逃避上直轻台来正面迎战 疫情趋缓 三倍券成效出炉 不过蓝绿还是持续炒翻天 意识如果持续空转 恐怕人民也不乐见 接下来 蒋介乌香山 台北报道